这期作品给大家带来这个发球教学 今天教大家这个发球怎么样才可以制造墙内的旋转 后台有很多这个球友都有问我 阿坤这个发球我怎么才能发转 怎么才能把这个球发旋 今天这期作品来跟大家去聊一下 首先是我们发球分几点 一个是我们的身体 一个是我们的身体 一个是我们身体这个和这个旋转和这个球的一个劲 然后再就是我们手腕手指 我们很多球友他旋转发不强 他都是因为这个手腕手指这个劲 没有合上这个球的劲 我们怎么去合这个球的劲 我们刚开始练的时候 我们先不要想着发多高质量多高质量多转的球 我们就先找这个手合这个球旋转的这种感觉 多的这种感觉 包括这个身体和球的感觉 我们先练手合球的感觉 手合球的感觉 再去练这个身体 带动我们的手去合这个球的感觉 我们看到很多高水平 比如说马龙也好 樊杰东也好 包括张继科 包括林云如这种顶尖水平他发球的时候都是泡完以后去用身体和手带着一起去发的 所以说我们在发球的时候一定要去可以说是一种变相模仿他们去找这种身体和手去合这个球的旋转 啊我们在练的时候啊就把这个手腕啊手腕啊跟这个球去合这个劲啊怎么合我们刚练的时候可以就先抛好先抛好主要是我们抛球要先抛好别抛歪了我们抛球先抛稳抛稳之后我们就先找啊上面找这种感觉看这个球能不能回来啊啊看这个球能不能回来我们就往往这个 啊往这个球的底部啊摩擦 啊我们刚开始练的时候看这个球能不能回来包括我们发侧拳也是的时候看这个球啊有没有带侧然后再去我们先把手上这个啊问题解决之后啊手指啊我们刚练的时候先这么练然后我们再去把这个身体的力量去合到这个手上面来身体的力量就合到手上去来啊 啊包括之前大家有很多都是问我这个啊都问我这个我是我发球为什么旋转会很强包括其他高水平也是发球旋转为什么会很强啊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力合得很好啊身体和手啊这个劲儿在接触球这一下这个劲儿啊这个力量和充分的把这个旋转给啊吃住了手上所以说这个旋转就相对比较强所以我们在练的时候就啊像我刚刚那种示范一样啊 把这个旋转啊把这个旋转先练出来然后后后面我们再加我们这个身体带动手身体带动手的这个啊合力步骤下旋死转 侧上旋转